背后搞鬼 提高警局来回巡视 因为国立台湾图书馆 在短短一周内收到第三封恐吓信 宣称要引爆八颗炸弹 幸好全面清查后 只是虚禁一场 刀决署他很积极的 就是邀请相关的单位 来讨论要怎么样落实执行 建立一个窗口 如果有案件的话 大家整合起来 来先判断他的真假 近期类似案件频传 从2021年9月 截至今年5月为止 已经有48个机关 共收到258封恐吓信 分析后发现幕后主席 疑似都是张姓陆生 就这一个人 两年了我们掌握到了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吓出他 今天是一个 如果是10个 如果是100个 如果是1000个 他们做得到吗 他们觉得做得到 刻意选择境外VPN 变更IP位置设下断点 还化名成日本律师 唐泽贵阳增加办案难度 难道像这样的行为 都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防堵吗 登陆的人的身份 我们可以认证他 比如说你用email进来 我发个认证码给你 我认证你的这个email是你用的 周丹新辉引发一连串模仿效应 台湾警方利用海峡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向中国寻求协助 也有把这个人找来 他们在5月5号把这个人找来 但是那天他就说 他有一些案子 他有一个案子 他是说有一个是利用 前立委的名字的这个恐吓案件 他说他不是他做的 所以我们事实上 我们都有互动都有联系 加弹恐吓性让第一线远景疲于奔命 到底该如何有下防堵 恐怕还有一段漫漫长路 现在是黄云凡杨欣怡台北